好 各位觀眾 只需帶來關心三重的這個房屋傾斜意外 我們從制高點的最新畫面來看到 目前這處工地都已經被水給填滿了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要來彌補這個地下水的平衡壓力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場最新的畫面 目前這處工地的門已經被打開了 那麼相關的這個設備已經進駐來進行搶修 我們看到其實這棟傾斜的大樓 已經慢慢的往左邊來進行靠攏了 而且和這個右邊白色五層樓建築可以說是越靠越近 而這整體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原來當初這處工地正在進行地下室的開挖工程 而它的連續壁疑似破裂來發生滲水 導致地基不穩連動的來帶動旁邊的這個大樓 來進行傾斜 而昨天傾銷也預防性的來疏散 裡頭四十四戶大約七十多名的住戶 雖然說目前評估是沒有立即性的危險 但是昨天侯友宜也下令這個工地是來勒令停工 而稍後大約在早上九點半的時候 新北市圖木祭司公會的八組祭司 也會來到現場來進行評估 究竟這棟大樓到底還有沒有辦法讓居民 回去拿東西甚至是來回來居住 以上最新主播 事發工地禁案地下水灌水灌道凌晨四點 總算穩住地基保持地盤平衡 新北市三重區伏龍路一處工地建案 開挖地下室造成臨近兩棟大樓傾斜 現場拉起封鎖線可以看到牆面裂痕 以及部分磁磚脫落 兩棟大樓住戶昨天晚上撤離到飯店 預計今天評估安全無余 可以先返家整理貴重物品 至於後續傾斜建物是否需要拆除重建 專家表示有評估幾準 初步的監測的結果來看 監測的變化會從一開始肉眼 會覺得有一些明顯的傾斜變化之後 就我們剛才所掌握到的一個監測的情況 是已經去一個穩定的一個情況 如果整個房屋的傾斜 只已經超過安全容許的一個 極限值的情況之下 拆除重建是一個必要的選項 可以聽到實際傾斜變化 還要等儀器量測才能分析 事發後現場就持續灌水避免傾斜 直到凌晨四點才結束 目前區公所跟社區已經協助 所有人員疏散安置 該處建案基地僅一百一十七坪 共規劃十三層四十七戶 目前才準備開挖地下室 一坪單價至少六十萬以上 有住戶表示過去就曾經 因為零損問題 向一九九九檢取過兩次 沒想到這次竟然造成房子傾斜 目前藉由緊急灌水回田 讓水位差平衡後使房屋變化區域穩定 在現場穩定後再請住戶搬回 新北市公務局將持續監測現場狀況 三萬四十八溫